6月24号的凌晨 传出了瓦格纳首领叛变的消息 我给我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朋友打了电话 询问了一下情况 那据他跟我说呢 截至我给他打电话为止呢 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俄罗斯南部军事大楼 处于一个封锁状态 那其他的一些区域呢 都是正常的开放的 未见任何异常 而我本人呢 现在就在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的市中心 那今天早上我下楼已经看了一圈了 也没有看到任何异常 那甚至在地铁站呢 都没有见到安保加强的这样一个措施 一切都和平时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前方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大楼 看到他的门口并没有很严格 或者说甚至都没有看到什么安保 和平时没有两样 然后街上的行人车流量也都正常 因为今天是周六 所以车流量会比平时稍微小一点 那再往前就是莫斯科河 河上的游船 今天也都是正常运作的 这个就是俄罗斯莫斯科最著名的一条大街 叫做阿尔巴特大街 那目前上在街上吃饭的人很多 游客也很多 阿尔巴特大街上还有好多喂鸽子的 恰巧今天 也就是6月24号 是俄罗斯一年中最重要 最热闹的节日之一 红帆节 今天晚上将会有大量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市中心看到了一些多余的警力 被安置在人群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市中心的地铁站附近 或者是非常出名的大商场附近 那就圣彼得宝来看的话 目前这件事情并没有对日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